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们是对于整个这本编程数学的书 做一个快速的总结和展望 首先如果大家跟着我的前面的视频 一直学到现在的话 希望大家也给自己一点祝贺 学习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提高自己 但是它也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我相信大家在跟着每一个视频 去理解里面的知识点 去学习Octive的语法 去做troubleshooting 然后去找到潜在的问题 基本上我很多视频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的问题 造成程序运行 就是出现错误 但是到最终我们其实都逐步的缩小范围 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 让我们的程序能够正常的运行 其实整个这个过程 也希望大家能够去体会 作为一个程序编制者 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的过程中 会体会到的不同的感觉 当你完成了一个程序 然后同时找到了你 其中犯到的一些瑕疵的错误 那最终程序运行的时候 我相信你应该还是能够提会到其中的兴奋的 在这本书其实我们叫做编程数学 它简单来讲的话 它挑取了几个非常典型的数学问题 然后用Octive这样的软件进行结合 所以就是同时我们学习和复习了一些数学的概念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熟悉了Octive的软件 Octive是开源的这种科学计算的 这种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软件 对于这种商业化的软件来讲的话 那就是Metalab 如果你有机会使用Metalab的话 你可以去发现 其实Metalab里面的语法和Octive非常的相似 包括你也可以用.rm去做它的扩展评 去编制一些程序去进行运算 当然可能Metalab有它的更加强大的一些商业化的功能 但是我相信Octive已经足够强大了 对于你想完成一些数学方面的计算 极致到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编程 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学习 能让你有一定的入门的感觉 在这边的话 我其实也想跟大家这边去介绍一下 在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的话 也有一些其他的视频系列 供大家这边在学习完这本Octive Base的 变成数学之后 能够去做参考 其中第一个是 其实我只放上了两个视频 还有一些更多的视频在上传中 这个就是纯的LearnOctive 这个其实我的想法是说 原来是在上一个版本 现在Octive的版本又已经有了更新 我是希望能够把Octive的 它的Documentation 就是它的大文档 逐章节的进行分析 然后把它能够落实到演示的视频上 和一些演示的代码中 所以这块的话 是我的一个下一步的计划 当然我已经放上了两个视频 包括它的文档的第一章和Octive的安装配置 第二个是不是Octive软件 它是用的Python 但是这一本书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学习 就是Doing Maths with Python 在这边的话 我已经放上了79个 就是完整的视频 所以大家在这个里面 包括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的 是说里面也有专门的一章 是通过Python去调用Mateplotlib 去做分型的plotting 所以就在这块可以 大家可以去看到 是说数学问题是相通的 但是你具体是用什么工具 什么软件去解决数学问题 其实那都是不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了解更多的软件 更多的工具 对于你来讲 你的工具箱就会更加的丰富 可能你会发现 这个数学问题用Octave解决 可能非常的简单 可能只需要20行代码 另一个问题 可能用Python去解决 会更加的方便 因为Python可能会让你去调取 更加丰富的第三方库 可能还有 包括还有的视频是 专门去讲解R 也有专门的视频 专门去讲解 如何去做科学出版 所以就是通过R 而其实你也可以去进行 这种图形的可视化 通过科学出版 其实说像这个 就是你把你的这些 编程出来的信息 可以进行这种 就是publishing 所以这个也都可以供你这边去做相关的参考 右边两个视频系列 就是我时不时跟大家提到的是OpenSCED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源 不只是3D 它也可以去画二维的图形 二维的平面图形和三维的立体图形 这个是给大家去建立一个做模型的概念 当你在头脑中有了一个就是实体 你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它给它做出原型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Oktive 如果你知道数学公式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的数学的公式体现到这个数学计算中来 当然OpenSCED 它不像是普通的这个就是AutoCAD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3D设计软件 AutoSCED也是通过 它的目标是通过编程的方式 去绘制二维三维的图形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软件的原因是 你在其他的软件中去使用到的数学的概念 其实都可以在OpenSCED中去进行移植 然后在OpenSCED里面 你训练出来的一些建模的这些方法 也同样对你在或者是Oktive 或者是Python中进行这种可视化 也有很大的帮助 包括OpenSCED里面 你做平移 用的它的命令是Translate 你做旋转用的是Rotate 所以都是然后针对平面直角坐标系 去做相应的处理 实际上在这块 你在做Rotate的时候 跟我们刚刚学过的分行中的 这种旋转矩阵的方式 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扩展自己的思路 你也可以去看这两个大的系列视频 同时我还在我的这个频道里面的话 还有一些其他的视频 包括去讲解如何去建立Onta的这本体模型 如何使用Archimate2做这种企业架构的模型 包括使用Essential2去做企业架构的这种建模 以及是说如果你可能要用到这个板工自动化 那就如何使用Python去支持你的板工自动化和可视化 还有就是一些基本的其他语言 我是希望对于大家来讲的话 工具只是手中工具箱中的一个内容而已 我们关注的是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建模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去学习很多工具 但是最终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可能不同的工具都可以提出它的解决方案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更多要去训练的是数学的思维和建模的思维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话 你就有一个对于解决问题的方向 然后再去选择不同的工具 当你对某些工具不熟练的时候 你也可以来我的视频频道上面去看一看 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参考的工具 包括说在这边的话 使用本体或者是这种ontology的话 会有Sparkle 你要使用到ontology 你可以就用Sparkle去做查询 同时是说 还有就是如果你已经设计到艺术编程了 还有专门的processing 就类似于JavaScript类似的这样的软件 它也是一种工具 所以都可以去给你去提供相应的 就是工作上面和学习上面的支持 最终我想还是回到我们的Octif 我是希望大家养成读文胆的好习惯 就是像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话 出现某一些我们不明白的地方的话 查文档 或者是去社区中去提出和问题查询 其他可能已经有的程序员 去解决过的这样的问题 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反映到新的版本中去 所以社区和文档是你的两大最重要的资源 所以在这边的话 这也是我的Octif的下一步的计划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这样的文档 我们其实在这本书只是 可以说是接触到了一些皮毛 包括这个Octif的话 去画这些很多这些图片的时候 它都是可以画出来非常复杂的图片 包括这种流体力学的这样的图片 可能我们在这边的话 并没有去真正的去用到这些转换的功能 所以在这边的话学无止境 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跟随我的视频 一直学到现在 能够对Octif的话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建立对数学编程 或者是编程数学的兴趣 然后能够指导大家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然后经常回来看一看我上传上面的新的领域的学习和探讨 并且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或者是发送邮件 把你在Octif或者是编程数学中遇到的问题 发给我进行查询和讨论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共同提高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本书的视频系列就到今天为止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也把所有的这些程序也都成功的实验和运行出来 也希望大家在之后的学习中有更多的进步 好 Good luck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